Hello,大家好 昨天在外面录视频非常的嘈杂 再次跟大家设声对不起 然后呢,我今天就在逛街之前 先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然后我今天呢 穿了一个这样上面非常简单 然后下面有点复杂的这样一个蛋糕裙 穿了一个蛋糕裙 然后呢,我上面就需要一个配饰 我就想到之前呢 我叫先生送给我的一个配饰 然后今天呢,刚好很合适 分享给大家 这个呢,就是一个项链 然后呢,对于这种非常简单的服装 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配饰作用 我现在佩戴给大家 好,然后呢,这样我们上面服装就不会显得很单调 然后我们的耳饰就配这种简单款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复杂 不然就没有主刺 今天呢,因为我打扮的有点明媛风 所以呢,又要分享给大家一个关于发型的视频 所以我今天就做一个公主半扎给大家哈 其中涉及到一个拧的手法 还有一个边发的手法 你完全可以全部都拧 也可以完全都边都可以 我今天一起示范了哈 拧跟边的一个结合 首先呢,这个发型不需要任何梳子哈 你在外面都可以做得了的 我呢,先拿一缕头发 拿一缕头发 然后呢,我再拿一缕头发 两个好,拧 拧完了之后哈 我这一缕头发再加一缕 好,再拧 然后呢,我下面这一缕头发 再拿,再加头发 再次跟这一缕头发 好,拧 然后呢,这个 最外面 也跟它拧一下 好,拧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它会有这层小花边 然后呢,我们跟后面剩下这一缕头发 拿一缕出来 跟它扎在一起 把它扎在一起 它就可以待在这里 就不会散掉 好,暂时呢 绑好之后就不管它 啊,不管它 它肯定会有点松 不管它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 就开始再拿一缕头发 拿一缕头发 然后呢,我就把它分成三缕 我们最好分均匀哈 因为它是单股加变 有一股是始终不加头发 有两股始终不加头发 这一股加好 一,二,三 好,一压二 三压一 好 这回交叉之后呢 最外面这一层就要加头发 好,继续 编 里面不加头发 外面加头发 好,里面不加头发 外面加头发 好,继续哈 里面不加头发 外面加头发 好,里面不加头发 外面这一层加头发 这就是单股加变哈 然后我们把它不再加了 到耳后这个位置 因为我要跌到后面去 就不再加头发了 把它编好 好,编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拿皮筋 再绑住它 我现在要做的是 既然是公主绊扎 就要把两个收在一起哈 好,现在呢 我把这边的这个小编绳 把它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呢 然后呢 我把它两个全都绑在一起 把它绑结实 好 绑完了之后呢 我再整理一下哈 把这边起来的 我再抽一抽 让它均匀一些 修饰一下我们的头型 然后这边松的呢 再拧一拧它 整理一下哈 然后呢 这样一个公主扮扎就形成了 是不是非常有名缘分 如果你也喜欢 你就赶快试起来吧 拜拜 拜拜